最近我们公众号后台啊 很多朋友都在问啊 呃这个我买车的时候 现在多了一项新的服务在推荐啊 说是你再多花个几千块钱 贵一点的车子花个一万多块钱呢 可以买一个延保服务 这延保服务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来我这个车子 比如说是三年六万公里的质保 你再花点钱呢 就变成四年八万公里了 你再花钱还能变成五年啊 十万公里等等等等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 这个东西挺好的呀 买车容易用车难啊 我这个车子买买 我现在问题不大 但是以后你说什么变速箱坏坏 发动机坏坏啊 各种各样的配件坏坏 这个修修的钱 又可能比买台车子还要贵了 我选个延保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你看我这个是在4S店里面买的 所有的维修配件啊 操作流程都是最标准 最规范也保证都是正品 我觉得挺放心的 买这个也不错 现在据我了解的话 4S店这个生意还是比较好的啊 今天被带小朋友 跟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啊 首先的话呢 就是你先想一想这么一个钱的问题啊 就是三年的质保期 你在质保的第一天买 和在质保的最后一天买 都是你第四年才生效 对不对 那你这中间三年的钱 你不好给马云爸爸的 让他给你支付宝余额宝 给你赚点钱 或者丢给马化腾爸爸的 让他什么财富通给你赚点钱 这有一个理财成本的问题 即便你要买 我也是建议你在质保即将到期的最后一个月 再去买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呢 是比较 比较损的 这个隐性成本 怎么讲呢 我们很多朋友啊 过了质保期 都是自己外面做保养 换机油 选择更便宜的配件 这中间是可以省下不少钱的 毕竟现在4S店比较贵嘛 那如果你这个严保一买下来的话 哎 对不起 你所有的保险啊 维修啊 全部都要在4S店里面做了 如果你不在4S店里面做保养 他又要算你脱保了 那你这前面的严保钱 又是白花花的打水票了 完全没有作用了 那这个4S店 他多给你两年自保 就能多赚你两年的钱啊 对于商家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事情啊 所以说我们各位朋友掂量一下 如果你这个车子的确感觉啊 这两年或者三年 自保期快要到的时候发现 东配件不行 西配件有问题 你买一个自保 你把这些东西免费的更换 说不定还是划算的 那要是我这两三年自保期的 用用之觉得车子也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只是说心里有点慌啊 或者怎么样 那买一个呢 也算是一个图个平安 但如果说是刚刚把车买来 过了一个礼拜 提车的时候 人家跟你说 你要不要把四年后五年后的钱 先放在我4S店里 我觉得这种做法就不太靠谱了 这车到底质量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 最后是不是在你这个4S店修车 这未来的事情也是不太好说 所以说我建议各位朋友啊 新车买的时候 这个延保服务 我们还是暂时不考虑了 这快要到自保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根据自己的车矿 倒是可以选择掏钱 或者是不掏钱 我们掂量的核心焦点呢 就是自保 它能给我们带来的维修配件 索赔的便利和金额 以及我们掏出的这次 自保服务的钱 加上我们必须持续性 在4S店做保养 所额外多出来的差价 这么一点量 哪个划算 我们就选哪个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每天给你一段超过60秒的 汽车使用小知识 汽车我们可不花冤枉钱啊 关注一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